好 那學恆 我們也來看看 剛剛講到說這些假的消息 假的新聞 它會影響到明星嘛 那有可能是開玩笑的 有人是造謠 那有人是背後故意要操作什麼 甚至要引發更大的危機 好 在國際間有很多的例子對不對 我們乾脆先看美國的例子好了 這個例子很特別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Black Lives Matter是一個黑人 因為經常接受到美國警方的施暴 所以產生了一個活動 你看到這個粉絲團 它上面還有賣很多的紀念品 說你如果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 你可以買我的馬克杯 買我的T-shirt 然後大家來參加我的活動 但後來經過調查之後 發現一個特別的狀況 這網站是由一個澳洲的中年白人成立的 也就是對它來講 這個事情是一個牟利的過程 它沒有真的對Black Lives Matter 這個概念有什麼樣的支持 它的目的就是你捐錢 它甚至募款就募到超過10萬美金 然後你買它的T-shirt 你買它的馬克杯 它賺到就跑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所以一切都為了賺錢就對了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 根本就不管什麼種族 這就是趁流量 因為有流量嘛 然後我在這邊發表相關的言論的時候 它是屬於高端的內容農場 所以炒出流量來之後 它就獲利了結 就賣了就走了 所以FBI針對這系列的調查發現 確實有很多的黑人被警察施暴事件 可是背後推動的這些網站或是社群 反而不一定是黑人本身做的 有很多趁流量的狀況 同樣我們再講到美國 因為這是一個NASA的參訪 那這是蔡英文總統跟陳曲 對啊 中間是蔡英文總統 對對對 好 這個照片出來之後 有人就講說 因為你現在去這個NASA旁邊的 這個地方買門票 去可以去參訪的是 Mission Control Center 一樣名字 他說這個買門票就可以去了 幹嘛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實際上你看一下就知道 如果你去NASA 你能夠參訪的是 大概70年代到80年代的 舊Mission Control Center 也就是當時已經DECOMMISSION 它已經除役了 然後你可以去參觀 那蔡英文總統去的是線型 你仔細注意看 那邊的螢幕都是現代的科技 所以這是當今在使用的 眾多的Mission Control Center之一 所以在那個時候丟出來那個訊息 顯然是造假的 也就是那個人他講說是 我在美國居住很久的朋友 他說他也去看過Mission Control Center 說這個花門票就可以去買了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 他就是要說蔡總統去那邊訪問 沒什麼了不起的 你的買票就可以了 就有點像前一陣子有人在討論說 去艾森豪大樓到底算不算進入國務院 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同樣在去年 大概這個年中之前的時候 有討論過我們的香蕉價格到底有沒有失衡 好 這時候出現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香蕉價格當時有沒有失衡 有 可是拿來做的那個膠橫遍野 就滿地都是香蕉的照片 你看照片上面都是 不是當時的香蕉 不是當時那是什麼時候的 這就是我們這樣講 一個假新聞要精準或是讓大家能夠廣傳 你不能說不好意思 外星人入侵總統府 這一聽就知道是假的 那你要用的就是 真的新聞中間混一些假的新聞 夾帶一些假的東西 你看這個又是另外一個經典 這一則新聞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那個時候水災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有坐雲爆假車 然後後面的記者不是拿著 這個就是攝影機坐在前面 我們那個叫豬仔車 就是因為你要跟著拍 所以你必須要卡 第一個它出現兩則假新聞 第一個是中方的媒體就直接講 你看賀槍實彈 看到沒有 哪來賀槍實彈 它就是意思是說 你反正圖很小看不清楚 這些攝影師身上唐東武器 根本不是什麼賀槍實彈 這是比較容易分辨的假新聞 還有更進一步的 在一個粉絲團 臉書粉絲團貼的 就有另外一個網友講說 他說等等 我告訴你 我的朋友現在正在服兵役 他那個時候開 他就是雲爆假車的駕駛 我們的長官要求我們 全副武裝上唐 也就是我的雲爆假車上面的武器 全部都 這子彈要上唐 那這個東西就是把 那為什麼要傳這樣的新聞呢 因為它就假的嘛 可是問題是你不加上一些說 我朋友 然後當時怎麼樣 你不把兩個新聞結合在一起 人家不會相信啊 那你如果要講什麼 蔡英文自己拿一個機槍 就不可能 不可能的嘛 那所以他就說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的時候 他把真假混在一起 的確就是很難去分辨的這個假新聞 所以當時後來高雄地檢有抓到這個人 他說沒什麼原因啊 我就是這個希望能夠有點擊率 希望大家能夠看到更多的我的新聞 所以才創造出來了 所以假新聞困難分辨的地方就在於 它不是百分之百講的 Black life matters 就黑人命也是命 有新聞有事件 可是問題是你背後創造這個粉絲團的人 跟推波助瀾的人卻不是黑人 而且他的目的就是會賺錢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才叫真正的困難 好 所以我們看看 這個假新聞假消息 大家在炒作的時候 這目的其實是大有不同的 那如果嚴重的話 說不定會造成國安危機的 好 另外說到新聞 這幾天吵得最熱的新聞 是有關於這個英賴的對決了 好 不過現在大家都說 是不是大家都在選邊站呢 心系的部分是不是已經靠向了蔡英文 我們帶你來看看這段VCR 我們要組最強的國家隊 站在蔡英文協後方 明明是接見中職冠軍隊伍歡樂場合 陳局卻神情凝重 還有旁邊的桃園市長鄭文燦 兩位新潮流要角 憂心都寫在臉上 那我相信蔡總統的連任 有助於台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當然我是有點憂心 這是事實 公開支持蔡英文連任 但賴清德卻不顧大咖勸說 登記參選 對新潮流大解頭 陳局來說最是煎熬 這回不跟著總統出訪 據傳就是要全力協調 降低雙方交戰可能性 撞山還來個報報 當初陳局將最掛念的高雄市 托付給他人 接下總統府秘書長 協助小英調和鼎耐 時間再往前推 2018大選民進黨最棘手的新北選戰 蘇貞昌之所以願意參選 當綠營母雞 也是陳局推一把 還包括穿針影線 找蘇貞昌回國當隔魁 2016年民進黨國會席次過半 蘇家全 柯建民 陳明文 爭立法院長 還是靠陳局居中協調 他跟蔡英文 蔡總統 有非常情如姐妹般的感情 那他跟這個賴清德 賴院長 長期以來也幾乎是 同派系內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戰友 就現任總統競選連任這個角度 我想舉姐他也做出了一個決定 念在蔡英文 一肩扛著民進黨東山再起 陳局縱使手心手背都是肉 也得以黨內大姐大高度 再次扮演關鍵角色 蔡英新聞裡這條 都會其實談不到 好 其實剛剛這幾天 民進黨內部的人 大家都覺得說怎麼辦呢 到底要選哪一邊站呢 對大家來講 手心手背都是肉嘛 好 所以現在大家就寄望說 在這個溝通協調上 是不是可以協調出一個 大家都覺得很好的完美的結局 那現在有這個所謂的溝通小組 已經有三個人名單出來了 蘇貞昌 陳局 還有柯建民嘛 對 對 好 所以來 創翔哥你覺得 三個人可以協調出什麼樣的結果嗎 其實今天呢 我剛剛用言句前面的假新聞對不對 今天呢 民進黨的中常會 也講了確定的協調小組出來了 而時辰呢 也沒有說 前兩天開始呢 說什麼 蔡英文總統聽到賴清德出來之後 三人緊急會議 所以把那個時辰給延後 沒有啊 沒有 並沒有 但是呢 所以有些小新聞都是 今天會不會是記者自己想像 還是自己推斷 至少今天都沒有嘛 對 對 都沒有 然後說什麼五人小組 最後出來的今天是三個人 確定的 那當然呢 我們知道說陳局呢 調和提拿來 在民進黨的備費又高 然後柯建民呢 本來就是魯仲妍 很會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蘇貞昌呢 也是民進黨的一個重要級 重量級的領袖 而且蘇貞昌也有一個過程是說 今天你在出來談的時候 以蘇貞昌來講 他最能夠呢 告訴大家什麼叫做大局為重 什麼叫做一個局勢 所以蘇貞昌的意義是告訴大家 他是要是一個行政的首長 他有這個角色 他是以大局為重 大局為重 如果說要講到恩恩怨怨的話 我們也都知道 說我們跑新聞這麼多年了 他跟蔡英文總統之間的 有很多恩恩怨怨也是不少 但是也是要大局為重 到最後他也願意出來扛這個局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一個協調小組呢 當然就會是說 他們可能就是代表著 他們真的是為了民進黨的一個大局 去進行一個比較公正無私的一個溝通 協調 那你覺得陳菊有沒有可能 對賴清德動之以情 因為你講這個情理 你可能理要說服他之外 還要動之以情嗎 陳菊可能是擔任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其實民進黨過去的經驗裡面 當你進到了所謂的協調的時候 大概說之以理 就是動之與情的部分 大概都不會 但是以賴清德的個性來講的話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他就因為這個協調小組 跟他溝通了之後 他就說好 那我不選了 我覺得應該也不容易了 因為他今天還做了一個動作 他做了什麼動作 他專程跑到宜蘭去 去看了陳定蘭的紀念館 這時候他是 因為陳定蘭是他的啟蒙的老師 他是親出于蘭 他其實拉回來就是他要代表的是說 賴清德他證明他自己 他是站在民進黨的初心 因為我們以前講的 青年情政愛鄉土 陳定蘭為代表 綠色執政 品質保證 陳定蘭為代表 所以他去拉著這個就代表說 他是民進黨的金孫 台灣之父李登輝之後 然後台灣之子陳水扁 台灣之孫就是他賴清德 而且是長孫 所以代表著他這個 堅定參選的企圖心是很重的 但這個東西就走下去會怎麼樣呢 有一些是我們資深的前輩媒體記者們 弄一個網絡媒體裡面 他們有個政治研究員 就提出了三種可能 而第一種可能就剛剛講的 今天你看這整個過去的 從一二四之前一直到 賴清德出來之前 整個民進黨氣勢低迷 然後都覺得說 好像不知道該怎麼辦 未來好像就是有完全的不知道在怎麼去奮鬥 媒體通通在報導寒流 每天都是寒流 每天都怎麼樣 可是現在整個民進黨都動起來了 整個民進黨都很關切 然後開始去討論民進黨裡面 很多民進黨過去的一些精神 民進黨的歷史 民進黨的使命 或是民進黨的一些角色 或是過去沒有講清楚的 通通開始談了 所以只要整個民進黨都拉起來 賴清德這個時候確確實實證明了 他確實可以延續民進黨 傳承民進黨 所以也許2020之後或2024之前 賴清德現在雖然是一個平民百姓 可是他證明了他在民進黨裡面 他還是一個重要的領導人 第二個狀況是如果最後的 整個機制出來了 機制出來之後 最後如果真的是順勢 他就直接的去選2020 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 然後也是符合民主的機制 因為他和蔡英文兩個人 基本上都是君子 他們大概不會不出二生 不會重演2008年那個慘烈的鬥爭 然後第三個情況 當然很多人也希望說 在這個過程中 開始協調的過程中 大家都把話給講出來了 李賴清德雖然有些意見 可是事實上蔡英文 也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你們之間 李賴清德是不是一定就是 一定絕對會贏呢 那都不一定 可是這樣一個過程中 最後可以證明是說 也許蔡賴配 經過這一段過程的仔細溝通 所以這三個老師傅 在這社會 他整個民進黨的地位 比較高的人 也許可以形成一個蔡賴配 這樣子就可以出來 而且他在裡面 造成了一個效果是什麼 第一個 現在誰關心柯文哲 在美國幹什麼 柯文哲被變化了 最後一個狀況是 連韓流 還有國民黨這邊 都給了一個變化了 因為當這樣過程中 整個國民黨裡面 很多人都開始很焦慮了 焦慮到什麼程度呢 非韓不可 非韓不可 十萬大軍都想要跪出來 所以你韓國瑜請你要出來 所以你看到整個 整個民進黨的時程 是現在開始臨表登記 然後後面開始啟動了一個 初選截止之後 開始要啟動一個協調的機制 然後最後進行 如果再過來要進行一個 民調的機制 可是國民黨今天 先是吳敦英議員講說 面對韓流不排除 萬分之一徵召的可能 可是這說起來還是好像不 跟民主程序是怪怪的 他們今天的主公會 又有一個新的說法出來了 什麼樣的說法 說為了人家都是在初選截止之後 產生了候選人 然後大家來做一個協調 就他們說說 在初選開始之前 4月3號國民黨初選開始之前 因為韓國瑜已經公開講了 他不會去領表 那不會領表怎麼辦 只要王金平和朱立倫 在4月2號以前可以同意 他們就把 不管你整個韓國瑜要不要領表 都把它放到初選的協調機制 強制把它納入初選就對了 只要王金平跟朱立倫同意 那吳敦毅呢 吳敦毅他是黨主席 自己已經把自己先弄奧基 吳敦毅大概已經知道他的局勢了 算了 可是你就會知道說 在這個過程中裡面 國民黨裡面 對於一個民主的程序 民主的機制 然後一個操作的過程中 然後含流的一個衝擊 所以其實賴新德這件事情 至少你會看到是 而且期限是不是4月3號 4月3號 就在這個協調是4月2號 我們民進黨的協調是4月2號 就是民進黨完成了一個正常的一個 大家我表態以後 我來一個初選的截止 然後登記的截止 就只有國民黨是 我管你的 我只要你認就是要你韓國瑜 就先掉先的這個意味 就直接把你塞進去 就告訴你說 急了急了 然後現在也還沒跟王金平談 也沒跟朱立倫談 先公開的跟媒體放話 那就是叫做 那你覺得 你覺得王金平朱立倫會不會答應 他們現在會被逼的 像朱立倫昨天也很可憐 他本來以為說先搶先贏的 完畢的時候 他卸任了就說他要參選 但是現在已經在昨天 媒體專訪裡面就說 如果將來他變成是韓朱沛 他都說他為了國民黨 可以不忌諱地去面對 你就知道說其實整個過程中 國民黨的非韓不可 在賴清德這個局勢裡面 也推波出來越高越來 好 所以現在國民黨 是不是真的非韓不可 這當中還包括的因素就是 這個賴清德 他當時在宣布的時候 他特別點名了韓國瑜 說他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 好 後來韓國瑜也有一番話回應 而且讓大家也覺得很有玄機 我們帶你來看看 其實韓國瑜的支持度非常非常高 韓國瑜也喜歡武俠小說 我也喜歡武俠小說 他是百年難得一見政治的奇才 所以我也期待為了有機會 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上面 我們彼此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你們都不要打 我跟賴清德打就好了 謝謝賴清德院長 對我的戰語不敢當 我覺得我不太像綠火葱 喜歡喝酒 喜歡交朋友 喜歡大聲的歡笑 好 你們都不要打了 我跟賴清德打就好 所以這是不是一有所指 還真的是開玩笑而已 當然很多人都在想這個問題 那藍營現在是有很多的支持者 也非常的焦慮 覺得說綠營現在已經都 進到這樣的一個局面了 那現在藍營是不是要趕快 有這個候選人出現 好 我接著先請教一下委員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現在英賴的對決 現在有這個溝通小組要出來喬 那你認為最後到底 可能是什麼樣的結果 現在大家也有人在講說 這會不會是一場戲 那麼最後會不會還是喬成英賴配 柯文哲裡面靠一個學姐 靠一個台字緣 哇 就拉抬起來了 經過的時候呢 有人跟他握手握手 我都擠到前面 結果不曉得為什麼 你都會從頭疼 覺得見過我 也跟我握手了 回去之後之後 夏天就可以了 他終於看到我說 好吧 給你一個獨家珍吧 我現在開始了 我覺得會是 戲的成分非常的低 因為賴清德本身是有他的一個個人的理想性 所以他不可能會說去做演的這樣 而且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這個英賴配 我想至少就我而言我是期待的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蔡英文可以配合賴清德 大概是我們民進黨可以最強的一個組合 不過說我們像我啦 我在隔一天我們跳出來說 要去支持蔡英文 因為我覺得說 現階段的民調對蔡英文 有很多的不公平 因為這個 大家都說蔡英文民調假 他的民調假事實上 就來自我們這三年執政的包袱 我在隔一天 我每天在隔一天 我聽到了很多我們基層的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現在 他們在賣民進黨的這場 然後歸咎就是說 蔡英文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對蔡英文的支持度 還真的很低 現在大家都賣蔡英文 哪一天不夠聰明 每次他們都好 大家都很厲害 可是我覺得這樣對蔡英文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覺得 他一人一間單 對 他一間單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 我相信他們兩個是可以君子的一個風度 然後好好的來進行這一場的總統的初選 好 那劉瑋瑜你認為呢 因為賴清德現在丟下這震撼彈之後 藍綠兩邊的戰局極速的升溫 在立委出選 補選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風風雨雨的 大家都看到民進黨的團結 在那一刻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說民進黨是有希望的 好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賴清德有希望的話 對 民進黨是一個開大門走大路的 如果我們有公布這個初選辦法 而且最晚最晚 在4月17號的時候 民調或者是初選的協調 就完成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算起 如果我們蔡英文總統也去登記 當成是我們的登記結束 有兩個人來選的時候 兩個人是在公平的基礎上 接受全民的一個檢驗跟挑戰 那接受全民檢驗跟挑戰的時候 有很多協調的機制 我想不是所謂的動之以情 而是說之以理 也就是哪一位來代表民進黨出來的時候 可以打敗 如果我們以這個韓國瑜為主 可以打敗他 因為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他也要領導所有的立委候選人 將近有七八十位所謂的區域的立委 是要跟總統打一個大軍團的一個戰爭 跟國民黨來比 或者是跟未來的柯文哲來比 協調小組到時候在協調的時候 如果說賴清德還是一定要選的話 那可能大家就會討論說到底民調怎麼做 或是接下來怎麼樣 民調一定會做 我們的機制是百分之百的民調 沒有所謂的黨員出現 對 所以民調的部分 對 所以民調的部分 以以前的基礎來看的話 大概會選四家或到五家的民調 然後在法定的時間內 大家全部做同樣基礎 就開始討論是英賴配的可能性大嗎 我覺得我們都不排除 所有我接觸到的基層的支持者 在這一次會覺得說 民進黨好像真的是活過來了 可以跟國民黨或可以跟韓流來抗衡 那最後的結果大家都會支持 好 不過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這一方面 她已經在打空戰了 好 我們看到這兩天 很多人都在傳這樣的一段影片 就是蔡英文跟蔡阿嘎 好 這一位超級網紅一起合拍的 而且這個流量不得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段VCR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段VCR 我們用VCR 給我們一個東郊的國家 邦交國 台語怎麼說難不倒蔡總統 但新興時代的開箱 怎麼用台語解釋 這題有夠難 這題是中南人的 LASTO LASTO就是說 LASTO是說 LASTO是說 我們這樣做一個 還沒做一個 做一個 現在很流行的 這都是我們以前都沒人看 現在是可以有人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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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樣很好 那我們剛剛還講什麼 比手畫腳 差點被逼到絕境 蔡總統難得慌張 表情全都錄 宣耀文喔 宣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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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歐巴巴齋 宣耀文的台語你會嗎 喔喔喔原來叫做 電波文 取獻保的發音 但和蔡阿嘎尬台語 这场景有点熟悉 特别是让柯文哲 2017年也找蔡牙嘎宣传试大运 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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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什么鸟 蓝 蓝 蓝 柯文哲一年多前这支影片 上架一天有将近60万人次观看 而蔡英文这次的影片 一天内就快突破80万大关 点阅率胜出 蔡英文跟网红搞笑合体 台语的博大精深 不是会讲都有把握 所以现在是不是只要跟网红一起合拍影片 她的网路声量马上就会起来 这已经是个趋势了吗 我想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跟网红合作 那网红要够嗨 蔡阿嘎是台湾最顶级的YouTuber 她的单支业配影片 100万新台币起跳 100万哪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我找网红合作就OK 不是 你要找顶级网红 我们先讲一件事情 蔡英文总统因为她的YouTube频道 几乎是重启 对 用五年前的吗 对 五年前才有新 五年来都没有用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蔡英文总统 因为其实她拍两支 一支就是刚才的说台语 一支是授齐 那你在重启频道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挑战就是 没人要来 因为你五年没有Active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奇怪 那我干嘛要点 但这一次她的重启 以数字来看很成功 因为蔡阿嘎的这一支 她同时两支 我们第一个讲刚刚是台语的 蔡阿嘎又跟她合拍了一个售旗的影片 售旗影片就在画面中你刚看到 就是她因为蔡阿嘎要跑去 纽约大都会对台湾日开求 所以蔡总统就拿了国旗跟她售旗 然后送她一个毛巾说台湾之光 光是这个影片 我们刚刚在公布之后一个小时 你可以看到上面说大概1.9万 实际上你现在上去看 到录影时间为止 大概是28万左右 这个算 因为她是旧频道重启 所以这个数字算高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学台语的 其实也不是 就是台语一个比赛 蔡阿嘎那个影片 快问快答 快问快答 她到录影为止左右 大概是75到76万 晚上播出时间大概会破80万 那这个数字跟柯文哲在全盛时期 当年她还找蔡阿嘎拍过一支 柯文哲跟蔡阿嘎拍的那支也很受欢迎 但因为那个精准数字是还不到一天 当时的报道是还不到一天就破60万 那现在是约莫一天了 接近80万的时候 大概这个 那蔡英文赢啦 对 但问题那个是在蔡阿嘎的频道上面 对 就那个流量不是蔡英文总统的频道 是蔡阿嘎本身的频道 那这是什么意义 这个意义是第一个 目前蔡英文总统重启她YouTube频道的流程 还算顺利 而且速度还蛮快的 那如果她接下来还有持续有好的影片 或是好的梗的话 应该可以让YouTube频道重新获得关注 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要重启YouTube频道 是因为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 看新闻的不多 就是她都会打开电视 按遥控器的人不多了 大部分都是看YouTube频道 所以蔡英文总统必须要做好迎战准备 也就是她得要重新把40岁以下的这一群观看群众找回来 然后在明年选举的时候 明年1月11号投票的时候 你才有足够多的武器 所以赖清德在这个部分 她目前还没有很强力的动作 那到底她打的是什么算盘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我们只知道目前国民党在网红的这一个宣传上面 还是很落后 今天朱立伦找的是潘若迪 我没有说潘若迪跟蔡家嘎有什么高低之别 只是在这个网红界蔡家嘎真的顶天 很多说政治人物要去找一个当红的 而且还要够强的这个网红 好像感觉上找了这个网红之后 还可以沾一点他们的光 然后在网络的声量就会越来越高 但其实以前在我们跑新闻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记者或媒体 如果说总统或是什么大老板 愿意接受你的访问 或是说愿意跟你站近一点 或点名说你播得不错的话 那当时这个记者整个就红了 就感叹了 这是今非昔比了 对不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的时候你看总统对不对 我们媒体都贴到了总统 那叫沾蓝光 以前我们那时候在跑新闻的时候 总统要开记者会的时候 那真的是好遥远的距离 而且那时候整个东西你举手发问 你都不见得有机会 没错 因为当时一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第一个记者联谊会会长先 对对对 中央社老三台 还要说好 老三报 对 然后完毕之后只剩一两个人缺了 如果那时候被点到了 我跟你讲回去之后 老板就立刻加薪 好光荣 因为SNG有的时候有拍到 有拍到给老板一个记者看看 你有举手你有站起来 你跟总统面前报了你的名字 报了我们的这个媒体的名字 加薪升官做主管 就红了 就红了 比如说那时候大家抢的钥匙 但是你知道前面都已经吃光了 然后有很多时候 就算你没有问到问题 你跟他握了一个手 都有用好处 因为以前我刚刚记得的时候是菜鸟 我们怎么前面都是 跑总统府都是十几二十年的老前辈们 对不对 我们这种菜鸟怎么办呢 就有一次在外面的场合 李登辉总统经过的时候 有人跟他握手握手 我就挤到前面 结果不晓得为什么 李登辉总统可能觉得他见过我 也跟我握了手 也握了手了 长到新闻里面刚刚也出来 那我就赚到了 回去之后加薪酒可以 又加薪 只要被拍到就有钱 对 加薪酒 因为他觉得说 这个记者怎么那么快的 就跟李登辉握到手了 然后还不止如此 很多的党政要员 部会首长 也是电视上看到了 所以我后面跑新闻的 就比原来容易多了 原来就是你跟菜鸟 他们讲说 你跟总统都握到手 你就被总统加持了这样子 对 被总统加持了 那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那时候为了要给总统认识 其实总统讲实话 李总统根本不认识我 因为我那时候是菜鸟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看到前辈记者 有的前辈就穿纸衣 永远穿着一套紫的衣服 紫的西装 有的前辈呢 他穿的就是那个印第安的 还有那一条一条虚的 要靠总统加持 可是现在不一样 特文哲要去找那个李克太太同框 李克太太不要了 李克太太不要了 我们以前不是 我们以前又让接近一个当红人物 那我们是要拼了命来 受尽屈辱 可能要天天到他家很口等 什么叫受尽屈辱 我们当记者的时候 那时候马英九小马哥 小马哥一流泪 吃奶都会崩溃 那个年代对不对 我们都完全接近都不能接近 为了让他认识呢 我每天半夜才下班 睡两个小时之后 四点半起床 然后又要晨跑对不对 起着眼睛 然后就在他家里这边等 等第一天 第二天 等了 然后就跟他出来说 问两句 打个哈喽 然后他就打个名片就走了 你等女朋友还来得起 对 更辛苦 那因为他五点半就下来了 到了有一十天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叫做笑感动天 就是笑感动天 所以他终于看到我说 好吧 给你一个独家专访 好 那我们就觉得赚到了 没有 为什么 他说你啊 我现在开始要跑步 你陪我跑完 你要陪跑步啊 所以马英九在那边跑 我就后面跟 然后马英九有时候认识了 为什么人家讲说 他不太喜欢他的原因就是 他边跑边跑 他就已经我喘得要死 他我才睡两个小时 已经十天了耶 对 很累啊 他跑一跑还说 我闻到你身上有烟味 你有抽烟对不对 还要去教训你一下吗 抽烟是不好的 我大学时候抽 我后来就戒掉了 然后把我骂了一顿之后 我想说要是我 不是因为跟着你十天 我会跑到这么喘吗 很想从后面踹他一下 结果就是这个状况 然后现在有 更不一样是 现在有很多时候是 你要无厘头对不对 可以拉抬一个人 像那个韩国瑜 整个声量了起来 就是他去找了馆长 然后一个多小时里面 坦白讲我们看着全程 没有讲那个内容 就是我骄你 骄我骄一骄去 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你就无厘头起来了 好好笑这样子 对 那我们以前要贴近 政治人物的时候 你反而要很无厘头的动作 才会让政治人物认识你 比如说像郝伯春 郝伯春那时候是大军头 我们当地的时候 谁能接近他呀 参谋总长就吓死了 然后他中原当了行政院长 然后以前在军方 也就很难接近他了 当了行政院长 也很难接近他 但是那时候郝伯春 他有一个喜欢早上起来 在新义俱乐部那边游泳 所以那时候记者 就一大堆人就围在旁边 然后郝伯春就自己游泳 我懒人理你 然后懒人理你 结果我们有个前辈记者 这个时报系的前辈记者 他最后怎么办 有一天就看他 穿着一个大衣包着 穿大衣要干嘛 然后穿着一条长裤 我们还以为是半夜那个 走上黑夜里的人 结果走一走走一走 突然郝伯春在游泳的时候 一脱打赤膊了 然后那个整个长裤一脱掉 穿好游泳裤 砰就跳下去 而且跳下去 跟郝伯春一游泳 对 然后郝伯春你认了一下 他就跳过去 但是从此以后 郝伯春认识他